怎麼樣?他的上游怎麼樣? 又會直接跟著上去 所以泥沙在上游又跟著上去 所以有很多人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他的man就是這樣,水man就是這樣啊 他就是一機那邊啊 其實不是 這個是台灣現在水利界 那些水利大佬的想法都是這樣的 就是沒有看現場的 所以開會的時候我都搖頭了 台灣過去就是一匹人在這樣治理 所以水怎麼治理都治理不好 水庫的問題也不行 那麼是從後邊 後邊這邊歷經大佬 那就同樣又算一機往上 那也行說 OK啊,這上游好不好 可以一公里、兩公里啊 那就完了 沒有這麼涼,你不要誇張 但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 各位可以看 這一個地方它是顯示兩個霸體 那麼兩個霸體事實上它有一個說明 是什麼叫? 效應累積 那麼這一個地方 都一機上去的話 它可能會影響到上邊這一個 那麼又影響到上邊 那麼是時間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當然你的高度問題 如果高度也許到一個程度它就不會 但是你高度很高的話 那可能會上去 那麼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很嚴重被忽略掉的問題 在台灣到處都發生 就是我們這條溪的上游 有很多支流下來 對不對? 支流下來 那麼像大甲溪九號地震呢 支流上面崩塌很多 河床當然有意高 但是支流照樣崩塌 所以支流也有土石下來 這些土石下來常常怎麼樣? 又阻斷它的主流 這是泥沙溪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變成什麼? 這個就是 就是燕 上面就是燕灑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土石燕 這個是崩塌下來 那麼也許是土石流這些 這些 那麼這些也會產生什麼? 阻塞現象 那麼這樣的話 這邊一條野溪 這邊一條野溪 這樣陸續下來的話 那麼我一個霸在這邊 上面有好幾條野溪 這個效應 淤積的效應怎麼樣? 會 會 我講這叫做接力效應 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上去 是接力效應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河床怎麼樣? 幾乎都不夠增高 如果說單獨一個地方 可能不會 但是它也算是均勵 當然那下海的地方 它會多一點 那麼這一個情形 造成的災害在台灣 被嚴重撲裂掉 那麼燕灑 這個下海的燕灑 嚴重的話 非常非常嚴重 那麼過去有沒有發生過? 發生過 因為那個草嶺在 在 在好幾十年前 就曾發生過這樣 人家都崩塌了 那八八水災 在什麼地方? 在 南部的 小林 小林這面村 那個仙渡山 整個崩下來 那麼上禮拜天 各位有沒有看到 觀光電視 觀光電視 就講日本來拍 日本做一個節目 叫做深層崩燙 它八十四公尺的厚度 整個崩下來 那麼這崩下來 怎麼樣? 就把 七三溪 七三溪 把它阻斷 產生驗塞 那麼就一直 激到一個程度之後 怎麼樣? 褪絕 再下 這個石頭子災進 就更嚴重 你讓它一直流 一直流 它也許到一個程度 但是它們把它 噓噓噓噓噓到 好像下流變成 看沒有水了沒有水 但是大概突然 啪!下來很嚴重 那麼很多地方 像 像賈仙啊 或是 還有下雨 很多地方都是 事實上就是那一砂浪 才出問題的 橋段 很多都是那一砂浪 才出問題的 那現在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石鋼霸的問題 那麼石鋼霸事實上在這裡 各位看到這裡失敗 那麼它的下雨這樣下來 有一個 比鴻橋 舊山縣鐵路橋 還有新山縣鐵路橋 新山鐵路橋 還有一個厚峰大橋 再來是中山高速公路 再往下還有高鐵 還有澳高 還有西濱快速道 這些好幾條 這些 那麼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有沒有出過問題 事實上是出過問題 那麼出過問題在哪邊 就是霍雲大橋 那麼霍雲大橋 事實上現在 我們都被怪罪於什麼 怪罪於說是 有一個泥潭浸水場 有一個水管在那邊 產生問題 那麼事實上不是 那個只是一個 一個幫匈奧義 主謀是在後面 那就算 石鋼霸 那麼等一下我會讓各位 再看清楚一點 另外 在霍雲橋 舊山線鐵路橋 這些 新山鐵路橋 事實上也都出了問題 也都出了問題 那 霍雲橋 各位知道 921斷層是從哪邊經過的 就是這邊的山 這邊山這樣經過 經過這個霍雲橋這一角 然後到石鋼霸這個地方 然後再往這邊過去 往東北方向爬 那921斷層之後 中午斷層 在石鋼霸那個地方 經過的地方提高最高 就整個斷層最高 9.8米 9.8米 那麼這樣提高的話 變成石鋼霸本來就比 下邊下午它高很多 對不對 它因為淤積在那邊 但是又拉了9.8米 所以這個什麼 落差更大 落差的話呢 產生問題就更嚴重 因為它水沖下來的話 這種能量 越差更大 所以能量差越大 所以在921地震之前 921地震事實上 它的淤積掏空 現在事實上都發生了 那麼如果你去找過去的這些 有空炸圖的資料 都很清楚看得出來 但是在921地震的時候 這種淤積掏空是什麼 加速進行 越來越嚴重 過去沒有這麼嚴重 現在加速進行 所以現在只要你一人兩人 你去看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 又下一個 一層 幾公分 四公分 二十公分 反正不止 有時候更不止 你就可以發現到了 所以它現在是什麼 是進行式 還在進行 還在進行 那 第一個皮鴻橋 皮鴻橋 剛剛我講的是 921地震之後 斷層經過 對不對 所以皮鴻橋的南岸的地方 皮鴻橋這個靠南岸這個地方 它斷掉 斷掉 就重建 那麼在重建的時候怎麼樣 它事實上它也有挖深一點 這個地毯 挖深一點 這個我都有做記不下 但是 過了沒有兩三年怎麼樣 因為掏空 所以只好怎麼樣 那麼再做一次攻勢 把旁邊 又挖大一點 又再做補牆的攻勢 那麼這個有沒有效 我很懷疑 很懷疑 那麼皮鴻橋事實上 就是921地震之後 再做一次攻勢 那舊三線鐵路的橋 各位知道不知道 有一個叫 霍鴻鐵馬道 霍鴻鐵馬道 現在鐵路不同了 因為舊橋 霍鴻鐵馬道 其實在93年是七曜水災 明杜利颱風之二七曜水災 94年有那個什麼 什麼颱風 有一個颱風 海棠吧 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什麼 掏空 所以橋增怎麼樣 彎 沒有斷掉 還沒有到這支部 就歪掉 歪掉的話 這個鐵馬道當然就是 自行車不能起 風橋 那麼又修了 把它弄回來 然後弄好之後 現在又 又再讓人再通 事實上 它已經發生 只是沒有斷 沒有出人命 所以過去 也就不管它了 大家也不理它 那再下來 新三線鐵路橋 新三線鐵路橋 這是通了大概七八年吧 應該不只 大概十年應該有了吧 新三鐵路橋是新的 結果現在被逃空 逃空如果說 現在在補牆中 如果不補牆的話 我估計今年明年 大概又要斷掉 那麼這鐵路火車經過 萬一如果說斷掉 要下來的話 那不得了 不得了 再下 講的就是 厚峰大橋 厚峰大橋 就是在前年 前年我們中部地區 比較嚴重時代 是七月十八號的 卡梅基颱風 再來是八月的 一個多月之後 又一個新的克颱風 那麼卡梅基颱風的時候 這個橋事實上是已經搖搖欲墜了 他做了一些搶工程都受盤了 但是他又丟了一些小狗怪那些 在來保護 但是新的克颱風台的時候 就沒有再等他了 就把他沖斷了 那鬧出人命 那麼下面我會再講這些問題 會比較詳細講 再下來這邊 好 我再講一下 一個是 石鋼大我剛剛講的 這些是下游的 那麼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灌溉取水口的問題 那麼各位知道 過去這種農民 我們灌溉取水 都要從河床來 對不對 那過去沒有問題 最後就直接 弄一個口 淹水就進去了 現在什麼 河床下垮 或是取不到水 怎麼辦 取不到水 然後往上游 就弄一個什麼 土石燕 什麼往上游 但是來水沖 會沖掉 那在 比較上游這個地方 叫做南郡 或是叫做 內埔郡 這個取水口 事實上是什麼 根本就沒有辦法取水 所以怎麼樣 他用電力的去抽 抽水 那最近他又做一些工程 又往上游去弄 最近是已經又可以了 但是危機還在 那不只這邊 下邊有一個舊社堤房 這個堤房也是沖毀了好多次 還有在下邊 還有幾個郡 叫做胡遠一郡澳郡 這是在下游的地方 那在上游的地方 有一個叫做 劉家火華 地方 淹水 淹了好多次 兩三年前開始淹水 淹了好多次 其實不只兩三年前 這九三年的七號水價的時候 就已經淹了 那麼現在是變本加厲 這是在上游預計的問題 那麼我把它畫出來之後 行水期可逆 一個是行水期 不可逆 一個是可逆 那麼它產生的問題是怎麼樣 是以霸體為中心 往上下游延伸 隨著時間經過 所以它的影響範圍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在目前 可以觀察得到的 在下游的地方 四康霸下游的地方 我畫這個紅線是什麼 不可逆 為什麼我講不可逆 是因為它都刮到岩盤 岩盤的一直掉一直掉 水往低出流 你被它刮下去 它水再來之後 就是同一個地方 一直往下刮 所以就在一個範圍內 一直刮一直刮 所謂你人為的方式去改變它 要不然它就是同一個地方 那麼過去這些上邊 都是什麼 都是沙子 所以怎麼樣 它可以十年河東 十年河東 擺盪來擺盪去 不會是同一個地方 那現在石崗霸下游的地方 就是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河島 往下 那麼旁邊也許還有不少沙子 但是它不去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最低 我就說 要掏你一下 一直同樣的地方走 它的問題就在這邊 所以這種情形 是從石崗霸到厚峰大橋 是受情形 那麼在霍峰大橋 到中山高 再往四處往下游 這個地方 還沒到座間狀 它已經石頭是在往下 也是同一個地方在那邊刷也刷去 但是沿盤還沒有看到 那麼這種情形 是還比較有機會 說你怎麼樣去處理管 之後 它還不至於說一直往下 這個我叫做一個是可逆 以及不可逆 當然 你如果石崇霸去干預它 是可以改變的 沒有干預它 它就這樣 那麼或許各位可以看到 石崗霸上面有我畫的距這麼短 那下面畫很長 那麼我不是說從往上再來延伸嗎 那為什麼這樣 事實上我觀察是沒有錯 當然是為什麼上面畫比較短 是因為石崗霸我們大台中地區 飲用水還有觀看也要靠那邊水 所以它一定要輸進 常免輸進 如果沒有輸進的話 怎麼樣 你那個水沒有辦法去攻擊 那已經出問題 還有不是沒有辦法攻擊 連石崗霸的這種霸體可能都會淹過 會有嚴重的問題 所以它每人一定要輸進 所以輸進一直輸進 一直輸進 它輸進的速度還是擋不上淤積 但是它的情形就沒有像 這個下游這麼嚴重 下游一直往下延伸 但上游輸進掉 所以它往上延伸的畫面就沒有這麼長 那麼各位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是石崗霸 石崗霸在下邊這個地方是石崗霸 這個霸體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從上面一個叫做石崗 長庚橋 這個是在石崗霸的集水器裡面 站在上邊 你看它照下邊 你看 淤積這麼嚴重 這個是不同時期的 不同時期的照 反正都是淤積 但是如果說下一陣大雨 水很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 它有可能讓水再浴高一點 之後 你有可能這些泥沙會看不到 那平常自己看都是這種情形 那麼剛剛我講到的 這種 油加火黃就是在上游的地方 淤積產生問題 如果淤積核產高的話 它就是往兩邊